狂杂16个S 郑清文2比0击败前奥网冠军肯宁 东京战决赛 郑清文vs肯宁 郑清文贵位世界第七 赛会投号重子 而肯宁是前奥网冠军 今年来受伤并困扰 排名已经跌出前100 打入东京战决赛排名重回前100 状态开始回春 因此这场比赛不像排名这么减善 郑清文以7比6 6比3大比分2比0击败肯宁 生涯第一次获得东京500赛冠军 收获500分 14.2万美金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冠军是郑清文生涯第五个冠军 也是第二个500赛冠军 生涯久近决赛五次得冠 今年三冠两亚250赛冠军 奥运会善打冠军 500赛冠军 2024年郑清文的收获太大了 这个冠军是对郑清文最大的回报 希望郑清文带助冠军的力量 打好年终总决赛 东京战热身完毕 莫有什么意外的冠军 第一盘比赛 第一局就因为下雨暂停 郑清文和肯宁不得不回到更衣室 本以为东京主办方要关饼棚了 但是裁判认为这个雨不大 不至无开饼棚 就这样双方等待工作人运打地弄干 比赛回来后双方都是各自爆发 郑清文发球状态不错 今天进入状态很快 肯定的发球局有些不稳 被郑清文抓住了很多机会 但是大满冠冠军莫有那么好打 跌跌撞撞依旧能够爆发 2比2占平后再次下雨 环石莫有关掉顶棚惹的祸 结果又暂停20分钟 比赛回来后肯定直接发出双雾 郑清文40比15手握两个破发点 可惜郑清文莫有把握住 第七局同样的情况下 郑清文40比15的破发机会再次浪费 丢掉这一分后 郑清文也是很懊恼 对李巴也是黑脸 最终郑清文和肯定进入第一盘抢期 抢期中双方都迷你破发 郑清文抢77比5惊险拿下 1比0领先 第一盘因为雨的愿故 打得非常碎 好在郑清文在自己的发球局非常不错 就是莫有破发 让比赛看起来很坚挪 实际上郑清文的优势环势很大 第一盘一发赢球率100% 包括7个ACE球 这样的表现就算成功率 只有50% 也能够轻松爆发 足以表现郑清文这场比赛的发球状态 第二盘郑清文中屋找到状态 第一局轻松爆发 在第二局 获得了第三个破发点后 中屋实现了本场第一个破发 2比0 第三局郑清文轻松爆发 连下三分以3比0领先对手 随后双方各自爆发4比2 第七局郑清文的发球局 遭遇了很大挑战 肯定在揭发球上做得很好 但是环势坚挪爆发 比分来到5比2 第八局肯定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完成爆发3比5 第九局郑清文的发球胜赛局 郑清文打出一个神仙截击球 点燃全场 最终6比3郑清文在下一盘 总比分2比0战胜肯定 感觉郑清文这次来东京是来玩的 第一场比赛练球 第二场比赛顺粉球后 背诵一行弹 也能做到不受影响 这练的是心态 第三场面对施奈德 4比0领先就是完 抢气大心脏拿下 今天的比赛也是一样的节奏 破发点就是不拿 抢气赢你 让对手不白来 多打一会你 郑清文现在的实力和心态都非常稳 虽然比赛看似一波三折 但是结果让人很安心 恭喜郑清文 第二次身家东京战就拿下冠军 两次身赛一贯一亚 东京确实是郑清文的福地 但是必须要约东京主办方 下次下雨既得关顶棚 有顶棚不用才是浪费 节省也不是这么省的 加强办赛品质 才能持续办下去 随助郑清文夺冠后 狂赚101万元 2024年10月27日 14 WTA500东京战女善决赛 郑清文7-6 6-3直落两盘战 盛肯宁 夺得冠军 这是郑清文的赛季第三冠 个人生涯第五冠 接下来 郑清文枪带助冠军积累的信心 首次身家WTA年中总决赛的争夺 赛后第一实践 人民日报 央视新闻 WTA官网 文网军事发来了祝贺 排面拉满 随助郑清文战胜肯宁夺冠之后 也是产生了四大不可思议 还有三个不争事实 四大不可思议 一连续两场经历了抢气大战 郑清文全部拿下 展现了他抢大的自信心 抗亚能力也是越来越强 可以越 经历巴黎奥运会夺冠的洗礼之后 郑清文越来越能打困挪战 太不可思议了 二 郑清文本赛季的五个决赛 来自五个不同级别 包括奥网亚军大满贯 奥运会金牌巴黎奥运会 武网亚军WTA100 农金战冠军WTA500 巴勒墨战冠军WTA250 总共收获三冠二亚 创造生涯上赛季最佳记录 此外 这也是中国金花的第二个五百赛冠军 也是第二个WTA硬币头衔 三 决赛战胜肯定之后 郑清文收获本年度第47场胜利 继续刷新中国球运上赛季的最高盛场设计录 后面环有年中总决赛 以目前郑清文的出色状态 再赢几场并非莫有可能性 四 来到亚洲赛季 郑清文迎来了大爆发 先是打进中网四抢 再是闯入五网决赛 如今拿下东京战冠军 总共收获1540的积分 让他可以稳居世界第七 甚至有机会冲击世界前五的排名 就看接下来的年中总决赛表现 三个不争事实 一 东京战夺冠之后 郑清文收获500个积分 最新总积分达到4980分 距离世界排名第六的暴李妮 只差164分 下周身家年中总决赛 郑清文有希望反超 因为赢一场小组赛 就有200个积分 二 拿下东京战冠军 郑清文还净账101万元的奖金收入 生涯总奖金突破4300万元 继续刷新生涯新高 后面年中总决赛的出场费 是177万元奖金 赢一场小组赛 还有356万元奖 七 郑清文还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 三 郑清文的生涯冠军说增至五个 分别为WTA250帕勒莫战2023 2024 WTA500郑州战2023 巴林奥运女善金牌2024 WTA500东京战2024 WTA500东京战的半决赛 今天也是正式开打 在率先结束的一场比赛中 肯定一两个六至四击败了博尔特 率先进入到了决赛 而接下来一场比赛 备受中国球迷的关注 那就是郑清文对阵施奈德 昨天日费尔南德斯的三盘大战 也是消耗了郑清文不少的精神和体能 这场比赛他也期待能延续连胜的势头 第一盘比赛的走势 就有点让球迷受不了 比赛开始后郑清文连续破发成功 很快就取得了四至零的巨大优势 但莫想到的是 此后风云突变 施奈德连胜三局 枪比分追到了三至四 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第八局 郑清文坚挪宝发成功 枪比分扩大为五至三 本以为会轻松取胜 但莫想到的是 在第九局 郑清文三次获得盘点 但可惜的是 都莫能把握住 被施奈德保发成功 错失了最好的机会 第十局 郑清文的气势有点受到打击 第四个盘点也莫抓住机会 盐丢三分被破发 比分追到了五至五 这比赛走是太刺激了 郑清文莫抓住机会啊 此后的两局比赛 两人各自保发成功 双方进入到抢七大战 在抢七比赛中 两人在各自的发球局 都保发成功 比分一直非常接近 郑清文三至四率先被破发 关键时刻 郑清文完成回破 并在发球局连得两分 六至五第四次拿到盘点 对方下网 郑清文七至五赢得抢七大战 比分一至零保持领先 第二盘比赛 郑清文上来就连得四分完成保发 不过对手也保发成功 比分一至一 第三局 郑清文非受破性失误有点多 被对手抓住机会完成破发 不过在下一局 郑清文很快就完成了回破 两人的比分 再次回到了二至二 接下来的比赛 进入到了郑清文的节奏当中 他利用出色的发球 爆发成功 随后在第六局连得三分 拿到了三个破发点 并成功兑现 并将比分扩大为四至二 这局比赛 郑清文牢牢控制住局面 关键的第七局比赛 郑清文表现的依然强势 早早的拉开比分 对球的控制更加老到 连得四分再次保发 这局比赛郑清文在一至二之后 连胜四局 五至二胜利在旺 第八局 施奈德尖诺的保发成功 随后郑清文迎来了发球胜赛局 比赛莫有意外 郑清文连续拿到了二个赛点 并成功兑现 以六至三再胜一盘 大比分二至零横扫对手 连续两战晋级到了决赛 不得不悦 这场比赛的走势 以此前对阵内倒门下的走势 环是很相似的 郑清文选择了最具流量和话题的打法 四至零错失四个盘点 最后抢七才惊险拿下 第二盘一波流直接带走 郑清文的打法更加成熟了 对比赛的掌控力也更强了 由于今天